10個老師有10個都叫你這樣做 但去到第11次你都會當是耳邊峰 大家好 我是Melod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5個英文作文的final tips 希望可以幫到應界考生 當然如果你不是應界考生 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因為我說的全部都是基本而重要的提示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我的頻道主要是講DSE和IELTS的讀書心得、考試技巧 有時候都會分享一下英文的小知識 或者坐在這裡和大家聊聊聊天 大家有興趣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開旁邊的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之後分享的正在內容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事不宜遲 我們去片 第一點 超級基本 就是搞清楚題目的要求 和自己的身份、語境、寫作格式等等 雖然聽起來是非常基本 但每年都還有不少考生會來提 其實由19年DSE開始 考評局對考生已經好人了 因為在19年DSE之前 Writing Part B 它是一段過的 即是可能給四、五行之理 你就要從中自己抽取 我到底是寫什麼問題 我的身份是什麼 我要寫多少個points等等 老實說 每一個新的公開考試 頭幾年都是試驗期 考評局都要因應考生的表現 慢慢去調整出題方向 由19年開始 可能考評局自己都發現了 香港的考生不要去到寫作能力這一步 很多同學在審題那一步已經出事 於是他就將 Part B 出題方式變得更簡潔二明 所以大家看回這一兩年的歷介事題 都會發現他背景的部分 就簡化到得一至兩行字 之後他就會用點列式 很清楚告訴你 你要寫什麼問題 你的身份是誰 或者你寫的對象是什麼人 你要寫多少個points 甚至用不用寫標題 他都會很清楚告訴你 所以這個位置 同學真的沒有藉口再錯 雖然考評局已經很好人 指示得這麼清楚 但有幾個位置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第一就是 如果你選了論說文去寫 你是要百分百確保自己的立場 講回實例 我也覺得很匪夷所思 就是18年DSE Part B 有一條題目 就問學校應不應該 Abolish 這個排名制 原來很多考生是誤解了 Abolish 的意思 以為是繼續推行 於是他一開始的 stance 就寫了 The policy of school ranking shouldn't be abolished blablabla 但是他下面的原因 全部都是支持廢除 就是前言不對後語 雖然平捐員看完你的幾個 reasons 之後 他都會猜到原來你的立場 是支持廢除這個排名制 你一開始只是不明白 Abolish 的意思 所以寫錯了這個立場 但不好意思 只要你考生錯了這個位置 其實你的 content 的分數已經大打折扣 雖然在 Part B 我一向都鼓勵大家選論說文 因為它比較穩固 你可以用一個很公式化的方式 很穩固的 砌篇高分文章出來 但如果你對於自己的立場 有一絲不清晰 例如你對題目中 某一個關鍵詞 你不是很肯定 那麻煩你放棄那條題目 選過第二條 因為 Part B 說有八條題目 那不會八條裡面的一條是論說文 我相信當年2018年 為什麼會這麼多考生選了 學校廢除排名制這條題目 就是覺得很貼地 很貼近自己的生活 然後覺得這類型的論說文很好寫 於是就選了這條題目 但你連自己的立場都搞不清晰是什麼意思 這樣是不是在為難自己呢 對於離題這件事 除了立場要搞清楚 大家都要留意 題目對Points的數量有沒有限制 因為剛剛都說過 19年開始 它的指示是寫得非常清晰的 它要多少個Points呢 它是很明確的 給你聽 譬如它是真的剛剛好 要兩個Points 不少於兩個Points 還是不多於兩個Points 因為我也是很記得 有學生一考完事 就馬上訊息了 就說 Mr.Tammer剛剛這條題目 就叫我寫兩個Points 我最後寫了三個Points 有多沒有少 我會不會被人扣分呢 老實說 我又不是個Marker 我很難回答你 一定會扣分 或者一定不會扣分 說不定那個評論員很好人 他看那份卷 覺得你第二和第三個Points 其實都是在說同一件事 它是一個大的Second point 理論上你都沒有來看 我當是兩個Points這樣Marker 都說不一定會發生 但在考試裡面 我就不會冒這個險 因為考試始終是一個遊戲 玩這個遊戲 你就要遵守它的規則 題目叫你寫兩個Points 你就寫兩個Points 叫你寫三個Points 你就寫三個Points 當然有時候 它有給你自己走盞的位 比如它寫至少兩個Points 當然這個時候 你寫三個 四個五個Points 都沒有問題 關於審題 我還有一件事 想很快提醒大家 就是既然指定已經寫得這麼清楚 你要作什麼問題 你的身份在哪個 你的受眾在哪個 麻煩大家好好善用這些提示 例如文體方面 他都告訴你 你可能要作一個文章 可能要作書信 演講詞等等 你就提醒自己 不要犯一些格式的想犯錯誤 例如去到中六 我不知道為什麼寫書信的時候 還有很多同學 搞不清楚 Yours sincerely 和Yours faithfully的分別 還有就是語氣 語境那些 你不用花很多時間去想 但是最基本 你都搞清楚 你的tone是formal semi-formal 還是informal 你寫書信 演講詞 到底是上行還是下行呢 很簡單 你想一下 你寫封信給老師 和你對著同學做演講 你的語氣上 也有少許分別 這些就是你審題的時候 已經可以注意的事情 關於第一個項目 審題真的講了很久 來到我們第二點 就是頭五至十分鐘 一定要忍著手 不要落筆 一定要先寫大綱 我知道這件事 又是老生常談 從小學開始 十個老師有十個 都會叫你落筆之前 一定要寫大綱 但是你有沒有聽 沒有啊 我做過學生 我也知道 但是相信大家都 一定有過類似的經歷 就是你一拿到那條作文題目 當然很興奮 幸不得馬上把所有項目 吐下去 之後你就開始憤巴 即使寫寫寫寫寫寫出第三四个項目 才發現 為何要開始內容重覆又重覆 再講跟第一兩個項目 一模一樣的事 那你就想再回轉 但改成了 但改成了 根本就無從入手 然後 Pan 看著時間一時一秒 這樣過去化 啊 慘了 整個人陷入 荒亂狀態 那麼悲慘的情況 其實頭五分鐘 你只要乖乖拿來寫大綱 那就可以有效避免 其實寫大綱這件事 在2019年之後 是更加重要 因为刚刚也说过它对于Point的数量很多时候都有限制 Brainstorm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先写下你所有小的Point 接着就按题目的要求 譬如它说最多写两个Point 你就把它组织成两个大的Point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表达你想说的东西之外 也都合乎题目的要求 还有很多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Point 未必是你最强最厉害去展述的东西 就是你可能缺乏那一方面的词汇 但在没有写大纲的情况下你就会很心急 想尽快把自己想到的东西倒入作文字那里 那变成写第一个Point 你可能已经挫抖了很多时间 接着去到你想到更正的东西 第二三四个Point的时候 你才发现不够时间写 那我就觉得真的浪费你这么正的ideas 相反如果你一开始就有写大纲 整件事就会很一目了然 你知道自己有哪几个Points可以写 那你就选择了一些你觉得最重要 最有说服力 或者你在那个Point 存了很多静字静句等等 那你就先写那样东西 这样一开始你就会写得快写得舒服 接着考官看到你的第一个Point 写得好 那又有一个好的第一印象 还有就算是一个最坏的情况 你作不完整篇文 但你最想给考官看的东西 已经写出来了 放弃了那些Points也是次要 那就没那么浪费了 听完头两个Points 可能你会说 喂Melody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而已 我日校老师啊 或者外面的补扎老师都有说 有什么特别 来到第三点呢 就未必个个都会做 就是我在落笔 甚至写大纲之前 就会进行背蜜的动作 我知道看这段片的你 一定是有心考好这个试 一定是勤力的 要不然你都不会看到这个位置 那你在考试之前 可能花了大量的心思 时间去背静字静句 但是甚至在考校内试都好 你都会紧张到脑一片空白 考试之前背了那么多东西 考试的时候根本就用不出来 更何妨在DSC更加紧张 对不对 未免出现这么惨的情况 我会建议大家一进入到考场 未接收任何干扰之前 就迷了一点 你觉得在作文里面 很大机会用到的高分元素出来 当然实际上背蜜些什么 还有背到什么程度 大家按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调节 我这里给大家一些例子 参考一下 例如你可以背一些靓字靓句 作论说文的时候 一开始introduction 很大机会 会说什么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你可以背定常见的同意词进去 大家注意一下 我绝对不是叫大家 考试之前 一定要背大量 又长又深的字 然后进入到考场 不管三七二十一 情景不适合也好 一定要把自己背了的东西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marker 它也是聪明的 它会看得出来是在背 你不是真的明白这个字的意思 純粹是我觉得 有一些同意词组 它在DSC的作文里面 使用频率真的可以很高 譬如你说好的影响 坏的影响 显著的 重要的 明显的 上升下跌的趋势等等 其实很多篇的作文都可以用到 在了解了这些字词 它的真实意思 你懂得用它们来做句 你知道那些字词之间的细微意思 你明白怎么去用 你之后才去背 然后去用在你的作文那里 是完全没问题的 在language方面 除了最基本的靓字靓句 所以当年我还会背密一些 词词组织出来 大家不要误会 我不是说你每一句的句扣 都要写到超级複杂 句句有赌装 有五六十个字 才写完句子 不是 我只是可能一开始 就背密了五至六种的词词组织出来 在我作文的过程 我好像当它是一个 chat list 这样 就可以确保 我作完整篇文之后 我篇文的句扣是比较多变化的 就不会那么寡 同样的概念 都可以apply在content上 譬如我一入场 我就会抹低 introduction 和conclusion 的高分元素 我写第一段 和最后一段 我就照单执弱地 塞了元素 就可以确保 我写得饱满 甚至是内容段的部分 我可以一开始 就密定一些白答的ideas 白答的例子 不是说我作文一定要用到 而是我想不到 的时候 我都可以靠 这些白答的点子 去inspire自己 继续写下去 好 第四点 除非你是作故事 我一直都不建议大家作 原因在我其他影片也分享过 否则 你每一段一开始 一定是start with 一个主题 意思就是 你每一段一开始 一定要一句过 这样 概括过一段 中心思想 大家一定要从market 的角度出发 你想想一个平卷园 一日改成几百份作文 他真的没有心机时间 也没有义务帮你 在一大段治海里 找你的中心思想出来 说真的 平卷园 很多时候都不是有心刁难 考生 你想想他给低分 他有什么好处 他分分钟还要和人解释 为什么会给低分 这个考生 很多时候 你要帮他一个忙 就是帮他容易给分 当你开中明言 每一段 他一开始就告诉他 这个就是我一段 要讲的中心思想 他比起分 是否开心 轻松 这个也呼应了 为什么我说 写大纲是这么重要 如果你是没有写大纲 你想到什么 就写什么 很多时候你写了一段 其实连你自己 都不太知道自己 那段想讲什么 到你写完一大堆例子 展述 然后你才想想 原来我想讲这个点 你才在最后 那句 写中心思想出来 说真的 我是个marker 我都被你搞得没什么 看一篇文 对吧 还有在aim高一点的同学 你可以很轻易地 在主题句 做些手脚 拿起一个organization分 就是做一个成像契下 例如你讲第二点原因的时候 你可以说 on top of reason one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fo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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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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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讲你第二个原因 又或者是other than reason one a significant reason for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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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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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做个调节 什么都好 总之要有成像契下的意识 因为很老实讲 在CLO 就是content language organization 最容易抢分的位置 就是organization 你想想 就是content方面 虽然你不用有什么 很突破性的points 但起码你的points 要合理 你要懂得展述 你要举适当的例子 然后language 你怎么都要用到 美字美句 那些sentence structure 不能经常重复又重复 永远都svo等等 但organization 只要你正正常想 你很清晰 有introduction conclusion 你中间的内容段 是段段分明的 再加上你有成像契下的动作 其实你不会低分到去哪里 而有主题句和成像契下的意识 其实已经帮你organization 打了一个很好的底 而第五点 就是一定一定一定要 proofread 我知道这件事是劳心常谈 10个老师有10个都叫你这样做 但去到第11次 你都会当是耳边峰 我都很明白大家的心态 据个简单的场景例子 你坐在考场里面 只有15分钟 point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 option A 就是你可以用这15分钟 塞多第三个point 然后结尾 但是这个情况 你就没有任何时间去 proofread 而option B 就是这15分钟 你就慢慢用5分钟 写完conclusion 然后剩下10分钟 你就放弃第三个point 那就 proofread整篇文 我相信大部分同学 虽然你知道 proofread的重要性 但是你也会觉得 我大红可能已经写了 要写第三个point 或者我突然想到很精彩的东西 我觉得一定要写下 如果不是就浪费了 但是理性点去想 其实option B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说真的 你15分钟很赶地写出来的东西 marginal benefit 未必是那么高 就是第三段 草草了事 都未必真的表达到你想讲的东西 为你带来多少额外的分数 但是相反 大家不要低估自己考试时的紧张程度 你买分评卷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很多自己平时 怎样都不会犯的 grammatical mistakes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人对于错的东西 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 万一真的很不幸 你错了很多基本的东西 而你没有去 proofread 那写第三个point 为你带来额外的分数 是不足以去抵消 你错了那些基本东西 而被人扣的分数 所以是非常不值的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 至少预留五分钟的时间 做 proofread 甚至我自己觉得十分钟才是稳定的 因为真的可能会找到很多材料 哪怕你要放弃 写少一个 没那么重要的point 我也觉得应该要留点时间去 proofread 当然 proofread的时间 不会说很充裕 大家主要留意几件事 Tensors方面 consistency 就是你一路在描述一个过去的事件 你会不会全部用过去式 但是不小心突然有一两个字 变成现在式 这样 又或者 单数重数 又是大家常常加了s 或者没有加s 另外 穿错字的问题 我发现在考试里 是很严重的 很简单的字 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穿错 这些位置也是值得大家去留意 这些位置被人扣分 就很不值得了 还有大家在 proofread的时候 如果发现自己用了一些 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 而你不确定是否这样用 譬如倒装句 你不确定 那个invert的位置对不对 那我会建议大家 宁愿用一些简单的句子结构 跟刚刚 proofread的随式的道理一样 就是你不值得 为了用一个complex sentence structure 博取高一点的language的分 而搞到最后 万一抱不幸地 你grammar错了 就被人扣很多分 说到最后 DSE的作文 你加上都是写几百字 难听些说的就是 那个评农员 未必可以很全面地 评估到你的英文水准 看来看去都是那几百字 那你无论暴露自己的缺点 虽然这些点 听起来有些是很基本的 好像阿妈是女人 但为什么我都要再三强调就是 因为真的很重要 而且很多同学听了这么多年 都当意巅峰 所以真的很想提醒多一次 大家不要因为这些无论的位置而失分 好啦 如果大家觉得今天影片有用 就记住给个like这个video 还有记住订阅我的channel 开旁边的钟 才不会错过我之后分享的精彩影片 另外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在那边会更加频密地分享 读书考试方面的资讯 下次有机会再拍片和大家分享 拜拜